我是中国公民北京市民 北京市东城区居民司马南 今天是2021年的3月4号 昨天2021年3月3号 有一个老头过生日 过生日老头多了 你说是哪个老头啊 90岁生日的 一个叫戈尔巴的老头 全称叫戈尔巴乔夫 什么意思啊 网上这么一个笑话 说的是今天啊 是戈尔巴乔夫同志90岁的生日 我是个公司的老总 我把这个消息呢 发到公司的叮叮群 结果公司一下子 翻成了14个分公司 哈哈你笑了吗 如果你没笑 可能你是腼腆型的 缺少幽默感 也有可能啊 你年轻 你80后 你90后 你00后 你哪知道说的什么东西啊 对这个笑话 无动于衷的人 你根本就不知道 戈尔巴乔夫何许人也 你当然就不了解历史典故啊 所以就没有笑的意思 可以理解 正因为如此 有必要告诉你 关于这个老头过生日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 你知道吗 美国现在的总统拜登先生昨天给戈尔巴乔夫先生发去了生日的祝福 祝他生日快乐 祝他生日快乐 美国总统啊 不但呢 发祝贺 而且呢 还呢 感谢 感谢的词 特别肉麻 叫感谢 你对自由的忠诚 以及你数十年来做出艰难 但必要决定的勇气 好家伙 年轻人 你觉得不觉得 这个老头就凭这一条 美国总统给他发祝贺信 而且这么高高高的赞誉 这个人值得重视一下 这个戈尔巴乔夫啊 他在收到生日祝福的同时 美国正在制裁俄罗斯 俄罗斯几乎所有的人都被呢 美国人视为美国的敌人 差不多整个俄罗斯都是恶人了 昨天宣布制裁新的7名俄罗斯的官员 所以呢 在这种情况下 凸显着这个老头很特别呀 说白了 这个老头就是把苏联搞垮的 让俄罗斯这个北极熊 在美国的重压之下呢 失去反抗能力的这么一个 把苏联大厦弄倒了的 这么一个有功之臣 所以戈尔巴乔夫才能受到 拜登的如此推崇 给他来自美国的最高荣誉 来自西方世界的最高荣誉 说到这儿 你知道戈尔巴乔夫是谁了吧 他是一个90岁的老人 他是生活在历史教科书当中的人物 和他同时代的那些领袖 国家领导人差不多都已经不在了 他最大的成就就是结束了冷战 结束冷战的原因是把一方搞垮了 是用内部爆破的方式 把前苏联搞垮的 把前苏联搞垮的可以说 他就是苏联的掘墓人 所以他过生日 拜登这位经历了整个冷战 并且一直站在冷战的美国一方 获胜一方的现任的美国总统 才会祝他生日快乐 微妙讽刺滑稽 这种高度的赞扬 说他对自己的承诺 让世界变得更安全 就更加滑稽 回手看看今天的俄罗斯 俄罗斯现在什么样 当年俄罗斯经济总量 据说达到美国的四成 但是军力和美国不相上下 世界上两大帝国 但是现在的俄罗斯 只不过是前苏联帝国的 十几分之一 核武器的按钮留在了俄罗斯 可他的GDP总量呢 却和中国的广东省的 GDP总量差不多 现在只能靠卖军火核 卖资源出击产品来生存 国家搞成这个样子 民族受到了伤害 但戈尔巴乔夫自己呢 跟他没多少关系啊 他没有消失在人们的视野当中啊 过个生日 还有美国总统祝贺 他演电影 对吧 他呢 享受话剧 最近在俄罗斯 还有一帮人演出 戈尔巴乔夫故事的话剧 他在电影当中演自己 他本色演出 他还做广告 给LV 就是著名的驴包代言 大拍广告 日子过得满滋润的 老头胖了 戈尔巴乔夫这一生啊 对苏联来说是一场灾难 戈尔巴乔夫 大家知道最早 我年轻的时候 最早知道他的时候 戈尔巴乔夫有本书叫 戈尔巴乔夫 新思维 大家争相阅读 新思维 什么新思维啊 还有就是戈尔巴乔夫 在苏联苏共的历史上 搞公开化 把所有的事都都说出去 跟我们前一段时间 不只有很多工资搞 搞口述历史吗 本质上就是搞历史虚无主义 丑化斯大林 丑化列宁 丑化苏维埃 丑化共产主义 丑化马克斯 丑化恩格斯 丑化整个共产主义 丑化俄罗斯民族 干的就是这事 结果呢 结果是骂翻天了 把整个前苏联 变成一个粪坑 于是人们把他们抛弃了 英国有个老太太 大家现在一说英国老太太 大家只想到女王 不知道原来呢 英国有个铁娘子 萨切尔 萨切尔呢 她这个老太太 对戈尔巴乔夫的认识 应该说比所有的人认识都深刻 比所有人认识都早 并且呢 她对戈尔巴乔夫的启用培养 乃至接触 导致戈尔巴乔夫 最后在全苏联 这个重病的机体上 重重的一击 让这个帝国倒塌了 俄罗斯出现普京这样的领导人 当然引起萨切尔这样的人不买啊 所以呢 萨切尔他活着的时候 对于普京是非常不愤的 可是他喜欢戈尔巴乔夫 因为戈尔巴乔夫呢 是可以合作的人 萨切尔毫不掩饰的说 我们选了一个可以合作的人 这是在前苏联帝国还存在的时候 从过往的资料看 我什么都答应 只要有利于他树立自己的形象 他根本就不估计事实本身怎么样 戈尔巴乔夫 虽然他始终不承认 他自己是搞垮苏联的罪客祸首 但是呢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当中 可以找到在1991年12月 俄白乌三国签订一个协议 标志着苏联解体 那个时候签订完协议 叶利钦告诉戈尔巴乔夫解体的事 并且告诉戈尔巴乔夫已经完成了使命 就是说戈尔巴乔夫亲手葬送的苏联 那是一个事实 萨切尔夫人在他自己的演讲当中提到 说是苏联对整个西方世界威胁非常之大 那个时候呢 苏联经济威胁也在 而且经济增长的 增进增长速度非常之快 是西方的增长速度的一倍 注意啊 这是萨切尔的话 很重要 我们今天公知不是造了很多药吗 苏联经济发展不行 谁告诉你不行啊 经济发展速度 萨切尔说是我们增速的一倍 如果再加上苏联广袤的土地 最大的地盘 那种自然资源 苏联能够把西方挤出市场 所以经济的办法就一副苏联是没有用的 西方还想过一些办法 比方制造内部的问题啊 想搞军备竞赛啊 拖垮苏联呢 但是呢 苏联人呢 就努着劲 均公开支占到整个开支的15% 甚至减少老百姓 日常消费 你现在这招 虽然引发了民众的不满 但是直接搞垮苏联 也并不容易 萨吉尔后来就想了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说苏联 苏联加盟社会主义共和国呀 他宪法上有个漏洞 苏联下法规定了 一个加盟只需要该国简单多数 就可以脱离苏联 但萨吉尔夫人说 他很遗憾的是 无论用什么招 苏联政治形势 长时间保持稳定 后来美国提出来 建立反导系统 当时很多人家反对认为 投入那么大不可靠 苏联也可以投入 较大的防御措施 等等等等 这些办法都想变了 萨吉尔夫人说 反正什么招都想了 就是搞垮苏联那时候 相当相当的难 谁想到后来终于有了个机会 那边是发现了格尔巴乔夫 萨吉尔发现 经过交谈 他发现格尔巴乔夫的虚荣 格尔巴乔夫继任最高权力 之前我们就培养了他 经过我们帮助他继任 果然他帮助我们 实现了我们的想法 萨吉尔夫人对格尔巴乔夫 这个印象在西方 是经过专家团的评估的 他们仔细研究 格尔巴乔夫的这种表演 甚至他的体态语言 他那些发表的东西 认为格尔巴乔夫 一不够谨慎 第二容易被诱导 第三极其爱好虚荣 第四他与苏联精英的关系好 第五他在党内目前的位置 有可能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 五条加起来 在格尔巴乔夫同志 自己的努力之下和西方的帮助之下 格尔巴乔夫果然就成了苏联的最高领导人 在这种情况之下 萨吉尔夫人表露一个事实 他说事实上苏联已经解体 不过法律上的苏联还存在 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们 那是在苏联还没解体的时候 萨吉尔夫人说的一句话 震惊世界 那就是不出一个月 你们会听到苏联解体的消息 说到这的时候 大家觉得不觉得 格尔巴乔夫是个罪人 格尔巴乔夫出卖了他的民族 格尔巴乔夫呢 做的事情是 亲者痛 而仇者快 可惜的是 历史迷雾当中 很多人不便究竟 在那个时候跟着曲红架秧子 一通就把苏联帝国就埋葬 有一个经济学家 还有一个长时间住在苏联的记者 两个人写了一本书叫做 来自上层的革命 这本书非常重要 读过至少三遍 这本书里边大量的事实就透露了 格尔巴乔夫 他们那场所谓的革命 是来自于上层的革命 不是人民要革命 要推翻苏联 而是上层的一帮人 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了自己崛起的不义之财 为了像美国资本家那样大发其财 他们窃取了革命的成果 在苏联搞了内部爆破的颜色革命 这本书非常重要 了解前苏联的历史 要吸取前苏联的教训的话 我认为这本书 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理解 为什么格尔巴乔夫 他是个罪人 那本书里面透露一些细节 比方说格尔巴乔夫 这人沾沾自喜 他常常的滔滔不绝 几个小时在那地方朗诵 朗诵什么呀 朗诵在美国 包括纽约时报 华盛业邮报上面 那些赞颂他的新思维改革 什么人类文明的那种文字 哇格尔 那么多的事情 等他处理他不处理 他在哪朗诵 自我陶醉呀 还有他老婆写了一本书 西方出版出版之后 就把钱寄给他 他居然就心安理得 以为是我的老婆有文采 你老婆有文采吗 你的老婆的文采 不一定比方方更强 对不对 那是因为你是戈尔巴乔夫 你是苏联的老大 所以西方这样的办法 他自己丝毫没有察觉 更重要的是 他呢 非常喜欢演讲 所到之处演讲 得到人民的拥戴 他当时才50多岁 好家伙 他完全不考虑 他说的那些漂亮话 去怎么落实 国家上层机关 日益脱离人民的利益 他把自己的个人主 个人的利益 凌驾于国家人民利益之上 这一切 必然导致的悲剧 对于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来说 到底怎么理解他 刚才我一个朋友提了一个问题 说你司马内不能说话 说那么久 普京给他过生日也祝贺了 你注意到了吗 哟 还真的 我注意到了 但是我一看普京的话 普京的话是礼节性的 普京的话 建立在普京现在作为俄罗斯的总统 他不得不接受俄罗斯 苏联已经解体 俄罗斯继承了前苏联的 包括核武按钮在内的 大部分的地盘和国家权力 他不得不承认这个现实 所以普京曾经说过 一句耐人寻慰的话 普京说 如果说俄罗斯还能回到过去 那是幼稚 如果说前苏联解体 你不心疼 那就是没有良知 这就是普京的历史观 所以俄罗斯统统普京 给戈尔巴乔夫的生日祝贺说 你是改变历史的卓越的政治家 隔壁王奶奶认为 这都是中性词 这话可以两说着 是吧 可以理解 你卓越 说你牛 你大牛 你牛咖 是吧 你是改变历史 改变历史 说你能耐还不错 但是没讲改变历史 朝哪个方向改变呢 更没有讲这种改变 对今天的俄罗斯人来说 意味着什么是灾难 是痛苦的回忆 还是什么呀 所以普京作为政治家 人家特别元首 还有苏联 现在已经不是共产党执政了 普京在这希望把握平衡 还有选票的问题 所以普京这个祝贺 并不能证明 普京承认戈尔巴乔夫 解体苏联方面的贡献 2014年 中国一位有身份的人 讲到苏联解体的时候 曾经说过 说戈尔巴乔夫 轻轻一句话宣布 苏联共产党解散 诺大一个党 就没有一人是男儿 没什么人出来抗争 这教训深刻呀 各位 苏联的垮塌式颜色革命 西方颜色革命的产物 是西方多年来 致力于和平演变的 最终的结果 当然 这些事情建立在前苏联的 一系列自我矛盾的基础之上 不能完全由戈尔巴乔夫 一个来承担 更不能由戈尔巴乔夫 个人的品德来做推论 不能由他的个人品德 人格分裂来推论一切 这才是历史维侣主义的态度 我是有这个认识的 苏联有苏联的问题 扩军备战 对吧 大国沙文主义 对吧 民族不团结 没有解决好经济的深层问题 比方说 长时间农业 粮食都不能够吃啊 换了多少个农业部长 解决不了吃饭的问题啊 特别重要的是 列宁所创建的世界上 第一个共产党 人民当家做主的共产党 变得没有吸引力了 社会主义的政权 越来越失去吸引力了 高高在上的一小错人 享受了特权 特权阶层控制着国家 出现了哲学上的异化现象 本来你们应当是按照 马克思的理论 列宁的理论 你们应当是人民的公仆 但是你们变成了 欺在人民头上的老爷 本来应当是公仆 把你们推上去当公仆 跟着你们革命 你们是公仆 但其实你们变成了老爷 这是哲学上的异化现象 我要琢磨我手去拿的是A 得到的结果却是非A 本来寄希望于朝气蓬勃的 五十多岁的 脑子上带一个色素沉着的 戈尔巴乔夫来使这个党恢复朝气 结果他却是在这个重病缠身的 巨人的身上重重的一击 咣当一声 前苏联轰然倒塌 整个西方世界一片喧嚣 现在看起来 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没有经过艰苦生活的历练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夸夸其谈的 个人主义者 戈尔巴乔夫是一个 在和平演变之下 逐渐变质而自己不能察觉到现在 死不改毁的 死不认错的 这么一个把个人利益凌驾于 党和人民利益之上的这么一个人 这个人夸夸其谈 一说到夸夸其谈 我自己倒是一口冷气 我也夸夸其谈 所以我这个人就 我连个组长也不能当 我们接到就也会 要我当街道主任 完了我们接到就也会工作 一定一塌糊涂 所以我就提醒各位 对于那些特别长于表达的 基本说话不过脑子的 只希望收获荣耀和流量的人 就不能让他当小组长 就不能让他当街道就也会主任 我以身作则 我就坚决不当我们街道就也会主任 对吧 那当一个国家领导人 当然就更不行了 但是反观今天我们有些青年干部 包括抓起来送到一个地方反省的 他们的作风和夸夸其谈的司马南 戈尔巴乔夫之流很相像 这很危险呀 戈尔巴乔夫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警惕戈尔巴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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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张图小编 你一定把这张图放在这上 大家多看一会儿 这张图上面写了一句话 叫青年干部 是党和国家事业的接班人 必须立志 做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忠实传人 不断增强意志力 坚忍力 自制力 这话讲的多好 怕就怕呀 怕就怕 表面上看得很合格 很合规 很合适 甚至水光流化 一个扒了眼没有 但其实未必 这种人忙忙喜欢 只做表面文章 掩盖深层问题 只有脚踩两腿泥巴 一头扎到实际当中去 实践是可以考虑人的 本人在农村生活了21年 我在农村生活21年 上四年大学之后 分到国务院机关 接下来又被派到基层去断裂 那个不是我这样 我们那个年代都这样 这是一个好制度 这样的好制度 要不要坚持下去呢 大家想一想 苏联的教训非常之多 直到今天 如何汲取苏联的教训 如何利用这个反民教材 坚定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巩固人民民主专政 促进国家的统一 坚定的粉碎 一切来自于内外敌人的挑衅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这都是极其重要的 这些话听起来是老话 老生常谈 我告诉你 这是极其重要的 毛主席关于这件事情 毛主席那简直太神了 毛主席说 国家的统一 人民的团结 国内各民族的团结 这是我们的事业 必须要胜利的 基本保证 必须造就千百万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国家统一是最高原则 感谢收看本期节目 下次见